我请凤家牧师来念那些题目 有问有位名目说 十一奉献是旧约 现在是新约 无必守十一奉献 在新约圣经中有提到十一奉献的经文吗 有啊 你们有读过吗 马太福音23章 当我们主耶稣在责备这法利赛人的时候 你们翻到马太福音23章 23章23节 23章23节 你们听我们主耶稣亲口说的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过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五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 就是公义连免信实 反倒不行了 读到这边 这很开心对不对 好像不用做十一了 但是这里下面说 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 更重要是什么 公义连免信实 然后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就是那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 各位 当我们主耶稣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没有比法利赛人糟吧 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人说 那是旧约的事 旧约各位 十一奉献 其实不是因律法而来的 是借着亚伯拉罕而来的 各位记得吗 他战胜五个联合国的时候 麦基西德 上帝的祭司 无父无母的 拿着酒和饼 来到他的面前 然后他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给他 那时候还没有律法 但是他知道这个的表现是 显示他把一切献上给他 他的出手给他 他今天能够胜利是因为这位上帝 对不对 所以他献上十分之一的那个表现 然后后来摩西的律法才说 把你的出手的国子给 那么各位 在旧约是律法之约 对不对 但是新约是恩典之约 哪一个更高啊 当然是新约嘛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连旧约你都给十分之一 新约你怎么走 没有十分之一 各位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 十分之一是minimum 最底线 最底线 那如果你问 为什么要十分之一 那你会知道的 在旧约圣经的时候 十二个字派 对不对 那他们都有基业 除了利维族是没有基业 利维族是在圣殿里面 做圣殿 献祭 唱诗班 管理圣殿的事情 所以 纵以色列一定把十分之一 归入圣殿 给利维族 利维族也拿十分之一出来 归给大祭司 各位了解吗 所以 如果没有十分之一的话 主的教会一定软弱 你没有十分之一 怎么养活工人 那牧师 一边要服侍教会 一边要出去上班 这样做 然后分心 有很多的后顾之忧 对教会的亏损是很大的 所以你们不要小看 这个十分之一 所以 主说 连法利塞人 他们都遵守这个东西 因为在马拉基书的时候 主说你们为什么抢夺我的贡物 讲的时候 就是指着十分之一 那本身是属于我的 当纳的 那个不是你的奉献 那是当纳的 你之后做的才是奉献的 那所以 你抢夺了 你们试验我 把十分之一带到我的仓库 你看我不打开窗门 倾倒于你们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法利塞人都做的 我们怎么能不做 所以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不是一个责任 我就给神了 十分之九是我用的 绝对不是 我十分之一给神 我出手的果子给他 就代表 我全部的生命 是属于他 本于他 为他所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方面 我们这样做当中 也知道 不但是前去 主的心 有公义 有怜悯 这样的生命活出来 那有些人说 为什么十分之一 圣经没有讲 为什么不是五分之一 为什么不是十分之一 就是十分之一 圣经没有这样讲 但是我每次说 这个十分之一数目 很奇妙 多不多 少不少 你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 给十分之一来破产 有没有 也没有一个人 省下十分之一 能够买大房子 大汽车 有没有 也没有 就刚刚好 那个十分之一 拿出来的时候 有点心痛 有点 刚刚好 不多不少 那献给主 这是我的解释 为什么是这个数目 这是神定的 所以你的心 来的 你的出手的果子 所以愿 我主的教会 主的子民 忠心的做 但是呢 我要这样说 教会总是有软弱的 弟兄姐妹 现在我没有做 不是讲到这样 我很受控告 起码你为这个祷告开始 现在只能做 二十分之一 开始 一直挑战自己 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理 请你这样做 就会祝福你的 那我们另外 请问朱牧师的信息 和基地人心 扎入人的心 看 朱牧师如何能有 源源不绝的真理的宝贵信息呢 当然是神的伟大 或者是凡人 但是神已经把 祂的真理 赐给教会 赐给信徒 这本圣经呢 如果你少读 也少默想 或者你读了 只是参考 没有把它当作上帝 绝对的启示 有别的书读的时候 心理学的书读 社会的书读 跟圣经好像平起平坐这样 来这样参考 那你虽然有圣经的知识 但是你绝对没有 圣经的话所带来的权柄 神的话本身 不但你就也要思想 你要应用 你要确认 比如说婚姻里面 发生的事情 不要救苦 神经又有答案 对不对 所以 为了这个东西呢 我们基督生命堂 就所以把这个三十六课 圣根建造这本书 做出来 把这本书 基本上是一个系统神学 就是好像从创世纪 到启示录的 整个的药缸 全部 很系统性的这样 一个人 怎么重生 遇见神 与神同行的 这个做出来 三十六个 让我们 借着这个材料 材料当然是死的 但是只是一个工具 让你来了解 整本圣经 全辈的神的话 这样认识神的心意 然后之后呢 之后呢 你看每一件事情 比如说家庭的事 金钱的事 不管什么事 地上的事 政治的事 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 其实 每一章 每一节 每一句里面 隐藏着 上帝 为人类定的原则 那个总原则 那个总原则 你掌握好 然后你怎么 在适当的那个情况 时间 应用那个总原则 你们明白吗 所以全部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传讲的 不外出神的道 所以一定要下功夫 那么这个是 我们传讲神的话的人 我们的职责 所以我昨天说 我们要给教会带领者 比如说我们张传道 我们奉教牧师 一定要给他们时间 预备信息 默想神的话 我们做牧者的 如果你想想看 我的教会 比如说 祝牧师你做了全职 教会很多的行政 什么大小事务 都要我做 我跟你讲 我的时间 如果一个礼拜 就算我一个礼拜 做工作60个小时 如果你要我做这些 搞这些东西 我的整个的注意力 精力都分散 没有办法默想神的话 我的信息一定会弱的 所以我以前 我这样讲 我从长老回来 我看到有一个 我不好意思 我这样说 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 那个传道聘请的时候 然后什么东西都加给他 到最后 我搞不清楚 他是传道人 还是行政人 你们了解吗 因为你一直搞行政 事务的东西 我并不是不搞 你大体上你要懂 因为教会的很多的决定 事务 你要大体上懂 它是很细节的东西 有长老 有执事这些 有施工者 要分下去给大家做 然后保护牧师的时间 让他能够默想神的话 那这样 你们才能够培养出 有一个传道的 一个牧师 一个教师 能够为着教会来服务 为着神的国来服务 我盼望 是这样 如何激励弟兄姐妹 渴慕神的话语 追求真理 怎么激励他们渴慕神的话 各位 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人的渴慕 是神做的 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 你对石头讲话 你无论讲多大声 石头不会反应 有吗 但是 你对人 你要讲人话 你对神的子民 你要讲神的话 所以当我们把神的 纯全的道讲 有一些人 真的是石头的心 硬着心 越听越纳闷 听不懂 他们就走 不要担心 让他们走 但是 因为你讲的是神的话 这个话传出去 一定有人 是喜爱神的话 被神拣选的子民 他们被这个话语吸引 他们又会来 这个教会 慢慢就变成是 喜爱主的道的人 饥渴主的道的人 相聚的地方 然后这样的人 他们的生命 影响了另外一个人 把他带来 他也很好奇 为什么你这样的生命 因为听了这个道 所以你知道吗 神的子民 是一个一个 这样被发掘 被得着的 所以与其我们想去说 我们做培灵会 做不到会 做什么会 或者我们读经 刚刚这些都好 我们可以操练 但是这个是因为 弟兄姐妹懒散 或者工作忙 给他们一段时间 要读经 这是一个纪律 但是那个开始的工作 还是神做的 你们知道吗 神真的是用 祂的真道 来生出人的生命 也用真道 来区分人 区分人的生命 所以教会 一开始讲真道的时候 比如说 你如果每次就讲到 二十分钟 人家都要睡 有一天开始讲 四十分 五十分的时候 大家真的受不了了 对不对 但是你继续这样做下去 有一些人慢慢适应过来 我的母亲已经快要七十岁 我们教会有一群老人家 以前每次讲说 老人家听到 听十五分钟就不能了 那个东西了 你们知道 我的平均讲到 是一个小时的 一个小时十分这样 还是照讲 后来我发现 这些老人家 乐龄人士 都慢慢被我塑造了 他们很简单的 听十五分 有一点昏睡了 就昏一下 昏了 然后再起来 昏了五分钟 又起来听 以前开始有点声音 后来没有声音了 后来我说 老人家不会听到 谁说的 这个是谎言 没这回事 你们了解吗 其实教会的文化 塑造他们 如何在教会之运作过程中 避免基督信仰的世俗化 教会运作过程 避免信仰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掺杂人的东西进来了 那么 我这样说 我们人是这样的 我们搞事物性的东西 我们就 马上人的脑袋就出来了 然后就想说 什么办法 怎么做 开会 行政 我们就把这个当作 人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观念 说 其实在使徒行传 初代教会 预备饭食 这些都是有人在做的 这些很繁琐繁杂的行政工作 七个指示在做的 其实在神的眼中 这是属灵的事情来的 神家的事 这是圣工来的 那么指示所 在使徒行传 使徒们 他们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主 然后设立七个指示 这个七个指示 就做事物性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是连接于使徒的 他们是看重使徒所传的道 然后也受使徒的方向 因为神的道 道里面有智慧 道里面有爱 有公义 会做出判断 公义的判断 智慧的判断 对不对 然后实行的时候 使徒告诉 指示们 你们大方向 他们就实行 求智慧 所以这七个指示 他们是有好名声 他们是圣灵充满 也智慧充足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 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 在教会里面就起来了 他们办什么事物 哪怕是 看起来是事物性的事情 他们的心是怎样的心 他们可目的是什么 神的话 他们求的是神家的荣耀 他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 爱的是人的生命 所以就不会卷入那种 只有要办事 你看教会里面 就是先选那些会办事的人 但是没有生命的人 没有圣灵充满的人 只有要办事 因为他在公司里面 做总裁 还是做什么高位置 很厉害办事 他们就来办事 这样的人办事 他们有一套 所以讲的头头是道 所以大家 比较属灵的人 好像他觉得比较笨蛋 这些人笨蛋 不会做事情 所以变成他们就做主了 他就带来这个世界的一套方法 很有果效 每个人都觉得不错 他带来的果效 但是我跟你们说 在属灵的层面上是不好的 不好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宁可一些弟兄姐妹 很单纯的 爱主的道 然后他羡慕善功 开始预备饭食 做事情 音响什么东西 都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当中 求智慧 然后这样 也受众人的祷告 然后他做得越来越好 宁可是这样 然后荣耀归给神 也不要 就找没有生命的 也不爱主的话的人 就会办事的人这样做 那个领导权 如果交给这样的人 教会是自动世俗化 所以我这里讲的是什么 人的问题 用人的问题 选人的问题 所以记得 要选什么 良善有中心的 良善是对神的关系 忠心的 然后忠心 接着因为忠心 先有忠心的特质 最重要 才有见识 不要先有才能 有见识的 又没有忠心 那这样的本末导致 不好 所以很多原则性的东西 圣经其实有提示的 好不好 在主日的时间 比如说是每周十点半 陪伴一群无法进入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 悟到有一同参与基督生命堂的主日敬拜 献上主日 可行吗 包括妇女祷告会 门徒训练 自行会后分享祷告 你是说在直播现场 各位 你直播现场做主日 除了你的教会里面 有武汉病毒以外 我是不建议 各位听得懂 众圣徒是要相续的 上帝给我们灵魂 还有肉身 对不对 这个看不见的那个生命 也受看得见的生命 看得见的这个身体 我们在一起 有时候握手 拥抱 看见彼此 勉励的话 这个接触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如果今天在网络上做崇拜 我的弟兄姐妹 就是这几次在网络上做崇拜 我就问他们 到底怎样 我说牧师这个非常时刻没有办法 但是说实在的 网络上做崇拜 真的没有那个感觉 然后也慢慢 听了一半 然后去冰箱拿东西 然后出来 听累了 就在沙发的时候躺下来 这样听到 对不对 你都知道嘛 所以这样做崇拜 这不行 所以大家还是集体的崇拜 圣经定的 众圣徒相聚相通 所以我不建议 除非有像我们教会这样的病毒的事情发生以外 大家都来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停了两周 之后第三周马上开始 因为我们新加坡是第一个感染群 教会感染群 我们一停了之后 很多教会跟着停 连没有被感染的也停 我现在想为什么停 一个一个停 然后后来又一个教会有被感染 另外一个旁边的教会也跟着停 为什么停 因为太靠近那个教会 所以都停 在搞什么 所以后来 我跟同工们说 我们两周停了 因为政府说14天 那14天 那OK 其实政府没有要求我们停 我们要继续的话也可以 只是说那个 那个感染力有14天 对不对 那我们17天停了 我们还是继续 要给众教会有一个信息说 我们圣徒是要相聚 连学校都没有停 为什么教会停 所以教会 你一停止接触了 大家在家里面 就是看新闻 越看越怕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亲爱的听众姐妹 我们无论怎样 常常相聚 不要靠这个直播 直播现场有它的问题 它的危险 尤其这个病毒一来 我看很多教会就停的时候 也到网络 信徒到网络上听信息 你知道的 在网络上的信息这样听 也有很多是错谬的道 这样乱听一堂 信徒 因为你没有看到牧师 然后被这个群体带动 你就在里面 这边听这个牧师的 那边听那个牧师的 这样听 然后偶尔做自己教会的主日 或者生命堂主 这个是很危险 对生命不健康 所以还是要有众圣徒的保护 向神求确据要如何做才不会试探神 如何分辨是神的心意还是自己的呢 你再讲一次 如何不做才会 向神求确据要如何做才不会试探神 神说你要查验何为上帝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对不对 所以查验伺探神是什么 你按着自己的私欲 魔鬼把也是带到圣殿的顶点 你跳下去 神的话说必须用使者维护着你 叫你的脚不砸到石头 对不对 就这样的话 那其实 这个魔鬼的意思是 你这样做 哇 你看 你证明 你是弥赛亚 你没有死 所有的人都会信 你是弥赛亚 但是主耶稣是知道 主的美意是什么 我要经过苦难 走到十字架 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 吸引万民归向神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这是神 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知道的 祂要走的路 不是用那个的方法 然后呢 这个魔鬼要挑动人的私欲 有这种捷径 远自己的方法 但是明明知道是主的旨意是这样 不是那样 但是偏偏要忘了那样 那个是试探神 但是你在服事当中 你不知道 你有难处 你有无助 你查验主的美意来做的 主喜悦 因为主是要向众人显明 向圣灵显明的 祂是指教人的上帝 所以祂赐下圣灵 在凡事上指教我们 对不对 圣经是这样讲的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有时候你在服事当中 真的有一个难处 比如说我给各位说一个例子 我在教我的小儿子的时候 他也不听 我说主啊 祢的原则说什么 他要束缚父亲 但是我也不能太硬 我太硬的话 我会惹他的气 但是在这个两难之间 我怎么办 比如说这个两难之间 所以我祷告 主 祢帮助我 今天祂回来 我跟祂说什么 有什么原则 告诉祂 然后刚要管教的管教 还是什么 手机跟祂收起来 还是什么 我求 主 祢给我一个印证 我这么做 合乎祢的心意 也不会太硬 我这样做之后 祂反而就温顺起来 爸爸生气了 我知道自己错了 祂这样说 那我清楚知道 我拿捏的平衡 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 真的我们 实况来讲 原则我们知道 但是实况来讲 怎么做 怎样做才是有 又有爱 又有智慧 对不对 有些什么都爱 没有关系 弟兄弟们都爱 没有智慧 大家乱来 有时候什么都讲智慧 要有条理 要有条规 要有制度 但是又失去爱 所以到底怎么拿捏 对不对 教委很多这个事物 有牧养 又有行政 这个两个 往往会冲突的 有时候 不知不觉 有没有 那行政是教委的制度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是软弱的 那怎么办 我们这样用制度 马上说 这样可以 这样不可以 他们会受伤 有时候有这样 所以我们拿捏的道的时候 这样做最好 然后主给一个印证 大家都心服口服 感谢主 所以你这样求印证 是对的 也需要的 那实况来讲 是很复杂的 很多时候 有吗 这个会了解 最近认识一个朋友 他曾是深学生 但是最后加入法轮功 请问牧师 对这种状况 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其实你不用 因他进法轮功 还是什么功 来感到困惑 这个也不一定是读了神学的人 我们其实问题是 他读了神学 为什么会这样跌倒 不是读了神学的人 就有生命 有些当做知识去读 有些还没有把信仰搞清楚 就去读 你如果没有生命 你绝对不会去读了 神学之后变成有生命 你只是会成为一个 没有生命的知识分子 你们听不懂 所以这样的人 就去了神学 又跟法轮功比较适合 那就去 然后进到另外一种 这种 我觉得很寻的一种宗教来的 这种法轮功打坐这些 这是他的信仰的基础 根本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 不用太在意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要 听了这个神的话 我们要明白 也不是说他是 做牧师 做传道的 或者现在牧师传道 也很多种 主也说 到将来 很多人说 主啊主啊 我就奉你的名做什么 我从来不认识你 主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也是我们真的要为教会祷告 为神学院 其实要祷告的地方 其实有时候 教会一开放 你们有知道吗 书边讲这个东西 教会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 被这个自由主义影响的时候 慢慢你看神学院也自由起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 神学院也什么 以前是方言的东西 很严谨的 那现在很多人都讲方言 是也讲 不是也讲 可以翻也讲 不可以翻也 照讲 也乱讲 然后呢 什么教会 很保守的教会 会有一个会进行会 觉得很多人 这个灵恩运动都进来的时候 后来很保守的神学院也开放 然后呢 就很自由的这样接触什么 没有立场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 为教会祷告 也要为神学院祷告 那神学院当然是为了要接纳 不同中派的弟兄姐妹 灵恩派的也接纳 保守派的 福音派的也接纳 都这样做 但是我还是认为 神学是 就护教方面 要装备幸福 所以 应该 保持保守 是好的 反而教会 是有一点 因为要面对人的问题 事情 所以有一点 灵活 开放 但是教义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保守的 对不对 我这样讲不懂 各位能够认懂吗 OK 有位弟兄是 地收入户 处境堪廉 想引导他入教会 寻求神的帮助 但是这位弟兄表明 他来教会 是为要申请补助金 我担心会造成教会的困扰 请问牧师 这种情形 要如何处理才何宜 等一下 你说弟兄来教会 是要补助金 申请补助金 有这种 你们到 弟兄到教会 可以申请补助金 他起初是什么 你在读前面 是 逼收入户 处境堪廉 所以 这个弟兄很诚实 他直接说 我来是要申请补助金 你们真的 先要称赞他 你真的是很诚实 那 当然我们先问他 是不是弟兄 那我不知道 你们的法律多宽松 在美国另外一个问题 是要找身份证 去教会 所以很多牧师很头痛 真信假信的都冲进来 然后 就是装作信 然后为了给牧师 给他推荐信 然后取得身份 但是那个例子 跟台湾的例子 我不懂 因为台湾的例子 是不是可能 让教会成为一个 支柱原体 来帮 来帮助一个机构 来好像帮助整个社会 所以 只要走进教会 通过教会 能够会得到的路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原则上来讲 教会无论做什么 是不能欺骗 我们不能说 如果他不是信徒 没有受不起 不能说他受不起 信徒这个东西 然后他很光明正大地 这样愿意 这样说 我是受不住金的 教会无论怎样 有一些humanitarian work 你们懂humanitarian吗 humanitarian是什么意思啊 福音使命 还有什么义工 人道关怀 humanitarian 因为人道也帮助社会 然后也请这样的弟兄 继续留在教会 或者说你们弟兄 既然他这样诚实的话 我也这样很诚实的跟你说 那你留在教会一年吧 我们去帮你 或者半年也好 这是教会的制度 你们求个智慧 这样做 牧师跟一般信徒 门徒会不会因着属灵的权柄 与恩赐的不同 祷告的功效也就不同 祷告的权柄是上帝给所有他的儿女的 但是祷告蒙应允有很多的情况 对不对 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 同心合意的 求什么 我就与你 那所以有个人抓两三个人 一个人祷告我两三个人 当然两三个人要同心合意 同心什么意 神的美意 所以你的祷告 是不是神的美意 然后呢 还有怎样 多人一起呼求 还有那个事情 是不是很积药的 积首的 也要看 神也这样做嘛 有些问题是 主在过程当中成就 我们为一个人的生病病好 可能他在过程 病好的过程当中 他的生命也被炼进得更新 也有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是 讲到祷告的东西 牧师做牧者 不按照神的意思祷告 按照自己的私欲祷告 也不得成就了 对不对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 牧者是有教导的权柄 当然因为你教导了 你对神的话有透视力 所以你对神的美意很清楚 然后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怎样祷告 我们为某某弟兄姐妹 或者某某教会的事情 我们这样祷告 盖着这栋楼 我们已经为这个事情祷告 很久了 很长时间了 都已经确认过 对不对 那我们为这个祷告 这是主的美意 那所以牧者们这样讲的时候 让大家同心合一 然后一起祷告 那主看到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的时候 主喜悦 也成就这样的祷告 所以 做不做那件事 那是事情 主要怎么成就 主要成就一定会成就 但是主要怎么成就 要透过圣灵的同心来成就 对 所以这也是神的方法 OK 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爱自己 就是原谅或放下 爱自己 圣经没有叫我们爱自己 圣经叫我们爱神 还有爱人 我跟你们讲 教会的心理学 你们有没有听过 教会心理学 有些人说 我们要爱人 先要学爱自己 弟兄姐妹 这种教导 神说什么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你看有一点偏差 因为就是因为人的心灵荒凉 有受伤 有需要 没有被爱 所以我们要爱自己 我们姐妹们最想 我们要疼自己 自己疼够了 爱够了 心里有力量 才能爱别人 这个不是真理 其实你越不能爱自己的时候 你越是要发现神多么爱你 阿们 这个是你按着正确的真理来祷告 不要按着你的感悟 你的需要来祷告 你按着真理祷告 神的真理里面 神告诉你 你的灵魂是怎么被造的 所以那个真理告诉你 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灵魂才会得释放 得自由的 才会得满足 所以你看大卫痛苦的时候 他是转向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样做 所以不能爱自己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是 一个姐妹问的 如果一个姐妹 她一直不能爱自己 她的另一半要悔改 她的另一半没有爱她 那怎么爱她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 来到我们教会 整天讲话 聚会完抓我讲话 小组讲个不停 然后她最近一直讲 我心里会想 一定她丈夫有问题 她的丈夫在家里 没有听她讲话 所以她很多的东西要发现 要发现 要讲 所以这个是 她里面有空洞 空虚 不被爱人 不被人在乎 那个东西 所以她自己要祷告 但是她自己不能祷告 她是一个受伤的痒 所以旁边的人要爱她 所以从她的爱人 或者她的爱人都不爱她 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然要包容 我爱她 我的心是这样想 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说 不要让人带着问题来教会 或者带着问题离开 当然有一些人的问题是生根地骨 不是说一天能够解决的 他是起码在众圣不相聚 我们的关怀带导之下 这样的人起码回去 他在心里面得到一些满足 那他被吸引 每一个聚会都愿意要来 愿意要来 那他得医治的时间是更快 Amen 对有瘾头的人要如何帮助他 瘾头 瘾头 就是习惯 不好的习惯 对habiture的人 瘾头 瘾头 瘾 瘾 这些东西 什么瘾 好像我在中国式专访的时候 已经讲过这个东西 其实我给你们看一处经文 你们翻到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十四节 然而主的苦人不可正经 有没有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 然而主的苦人不可正经 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善于教导 纯心忍耐 用温柔劝解 又再讲温柔劝解 所以抵挡的人 或者神可以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他们不明白真道 他们不被道吸引 不被道光照 所以不明白真道 所以要怎么让他们明白真道 用温柔劝解 二十六节 叫他们这已经 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罗 当然这个经文可以用在很多的例子 但是我们知道 有瘾的人 毒瘾 酒瘾 他们的生命是被捆绑的 他们已经落在魔鬼的网罗 那这样的人 其实他们的心很多的自责 他们无论怎样 越自责 越不能走出来 你们有明白 所以毒瘾的人 其实你以为他们好毒而已 他们对家人很多的亏欠 快点赢一笔 翻本 然后能够还债 因为他们的心是这样子 又输了那个光子 所以 像这样的人 当然有时候你骂他 骂醒他 但是后来你越骂他越狼狈 越颓废 你就发现 有瘾的人 一定有一些根本的问题 他们 那个根本的问题 生根蒂固的问题 其实正确来讲 他们的心灵 他们的心思 情感意志 是被魔鬼绑住 很紧的 这样的人 你越刺他 控告他 他越无能 所以用温柔劝解 温柔 所以主的仆人 最有神的恩高 最有忍耐的 这样的人 劝解他 他旁边爱他的人 给他们能力 叫他们不要灰心 也劝诊 然后直到他 愿意 脱离魔鬼的网络是怎样 我愿意要改 求你们帮助我 他的心这样 之前是躲避 之前是讲骗话 否认 有很多的借口 对不对 被控榜的人是这样的 还是现在他谦卑下来 我愿意要 你们帮助我 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帮助 所以 人被释放有很多层次的 你们知道吗 有些人是只有 偶尔的一点点血气 发一个脾气这样就好了 有些人是 从早到晚 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情 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念 已经落入魔鬼的网络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明白 了解人的心灵 有一些人你越骂他 好像有些孩子 你越骂他 他越离开了 你们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做牧者的 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这么坏 我在长老会的时候 牧师每次 这样 就是 一看到我就是要教训 一看到我就是 你该什么 你不该什么 你不要做东西虎头蛇尾 这样的东西 每一次一看到 像我这种比较豪爽的人 活在当下的人 虎头蛇尾 每次听这句话 我跟你讲 我不会改的 越来越不会改 然后就是 越做越糟 所以 我就发现 如果比我的情况 更严重的年轻人 牧者一看到他 就教训他 家里被父母教训 牧者一来 也不懂情况 就这样教训他 只有单单听父母讲的 就教训他 这样的年轻人 再也不会踏入教会 你们了解吗 我看 很多教会里面的 好像 不靠圣灵 领袖文不靠圣灵 如果 一个父母来到教会 带着自己的孩子 牧者 你就说这个孩子 来来来 牧者 这个孩子 什么 家里玩手机 什么 不读书 什么 你猜我会怎样讲 我说 感谢主 他今天还愿意 跟你来教会 不是 年轻人 欢迎你多来教会 各位 我一定会这样讲 因为他的母亲 在控告他 然后 牧师是接纳他 这个牧师讲话 真的 有味道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继续来的 各位一定要学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已经在家里 不能呼吸了 来教会又不能呼吸 那他哪里会来教会 对不对 家是没有办法不回去 教会可以不来 所以他来了 坐下来了 然后跟你关系近了 你比较了解他的情况了 然后你才有一些提示给他 然后劝解他 所以这个是要跟人的关系 你们要靠圣灵处理 要如何听见神的声音与话语 除神的道 不要去等候神 然后呢 忽然间要得什么感悟啊 这些 我跟各位说 这是当代教会的一个很错谬的地方 因为自己不能从神的道 透过默想 确认 来得到圣灵的指示 引导 然后就只有 关上灯 然后想象 然后什么低四度空间 你们听过吗 这些啊 然后呢 你要的东西都在那边 这些 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啊 这些东西呢 你的意念来了 神要给我这个 很危险 从哪里来 哇 真的 这个一年一来 又得到 更危险 以后什么都求这个 不再读圣经 你的整个的信仰方法 就是靠灵啊 灵啊 什么灵来 你都不知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在灵界里面的东西 不管是圣灵 不管是邪灵 是都有能力 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爱人的能力 传福音的能力 智慧的能力都有 但是你用到这个能力 你恩上加恩 你的生命越来越爱神 爱人也正常 但是你用到的能力 的确是能力 但是错的能力 是你的私欲而来的 然后呢 这灵界里面 不是从神来的 而给你的 各位私欲有没有能力啊 你在这个地上啊 你要成功 成功 成功的人 你真的会成功 但是你成功了就完蛋了 你用到错的能力 你的生命被毁坏 你们了解吗 所以呢 没有白白给你们 所以一个人 所以一个人 好高骛远 或者 就是靠着自己的欲望 而成功 或者用到一种 很微妙的灵里面的能力 来看到什么方向 得到什么指示 然后这样做 哇 就亨通 我这样的东西 你得到之后 你应该害怕 你应该害怕 我是愿意各位 回归真理 回归真道 因为神要给我们 一样东西 祂是想到我们的全面 身 心 灵 都能被造就 不是现在你的一个欲望 马上达成 这个是 没有真理的人 他们不懂 就以结果为中心 如何祷告才能帮助他人 为别人祷告 如何祷告才能帮助他人 这个问题越来越短 我不懂他要问什么 我只能说 你祷告之后 圣灵怎么感动你 告诉你 那个人该被帮助的地方 你就去帮助他 他就因你的祷告受益了 你们了解吗 所以不要留在你的祷告 你看到你弟兄饿了 渴了 还是什么呢 你给他吃 或者帮助他 他抑郁了 你聆听他 很实际的做嘛 所以我们每次说 我们为你祷告 不要常常讲 实际的做出来 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人有肉身了 实际的做出来 其实我跟你们讲 不是的 每天的定时祷告 我大多数 在祷告的时段里面 大部分的时间 是花在为人带导 然后为人带导里面 不是 祝福某某姐妹 她现在高学压 祝福某某弟兄 现在找工作 其实 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姐妹 她最近为身体担心了 我要哪一句话给她 写给她 发短信给她来安慰她 给她一个切据 有一个弟兄找工作找很久了 对不对 那个方面要怎么鼓励她 也跟她一起确认 为什么她找这么久呢 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 又有一个感动来 因为靠高路远 学历也没有这样高 能力也没有这样高 一定要好的工钱 好的公司去 所以 有点不踏实 所以这个地方 祷告了 又感动 要怎么在这个地方 稍微给她一点提醒 纠正 所以很实际的东西 穆斯坦坦就一句这样 为人祷告 所以都是有查验主的美意 来为人祷告的 所以你的祷告就变成你的牧养 牧养 劝导的话 全部都是你透过你为人代祷当中 有圣灵指教你 因为你认识那个姐妹 那个弟兄他们的情况 对不对 怎样服事才合神心意 合神心意的服事 很简单来讲 第一 听从神的服事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他是听从 他是怎样 听从的意思 我用另外一个意思来讲 你衰微上帝兴亡 为什么大卫君王 他就犯了奸淫 然后杀了人 但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 因为他的一生 他都是削弱自己 做一个小王 然后上帝来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上帝这个大王 透过这个小王 能够会统治整个以色列 你们明白吗 所以他的心意是什么 不是我做以色列的王 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之后 第一个做的是什么 就是把约柜带回来 你们知道吗 约柜 因为这个约柜跟将来 他要建圣殿是有关的 以色列的王要进到圣殿 所以圣殿其实是他的idea 他自己要建 只是说神不许给他建 所以他预备材料之后 交给自己的儿子建 你们明白吗 但是他知道 神的百姓子民 要在神的圣殿敬拜他 在那个地方 献流血的祭 罪得赦免 得欲见神 就大卫和神心意 他是知道 主的荣光要在以色列人中彰显 不是 我是王 我带领这个百姓战胜 然后他自己被高举起来 所以你会看到扫罗王就是这样的王 西西加王虽然是好的王 但是有一点 自己举高自己 对不对 所以他多活15年的时候 巴比伦人来 给他们看 圣殿里面有很多灰黄 我们的黄金什么 对不对 先知跟他说 你的后代 你会看到巴比伦 来把这些东西全部挪去 所以这是一个骄傲的罪来的 你们知道吗 但愿神教导 最后我回答了很多的问题 但愿主有这样勉励你们 勉励教会 看见没有 没有 感谢主 十点了